那片星空那片海盗罢平凡,3.3,是由冯绍峰,郭碧婷,黄明等人主演的,改编自童华的同龄小说剧情介绍,怀传梦想的平凡少女沈罗郭碧婷是,远离喧嚣的城市,回到安静的海盗生活。 不料偶然间救起一个由无拘来逢少风式的男子,竟然是个和人类的计划方向完全不同,来自大海的高等生命体,交人,他以不凡的能力和智慧一次又一次的帮助沈罗渡过难关,战胜危机,深深的吸引了沈罗,两人一路磕磕绊绊,从互相了解到互相信任,最后产生了深深的爱情。 由于沈罗身上有一颗骄人灵珠,引起了安静的际遇,想要灵珠救活养父,安静绑下了沈罗,吴巨兰即使赶到,得救出了沈罗,那只灵珠真相的沈罗让吴巨兰活下去,于是想用真爱之吻,将灵珠还给吴巨兰。 但吴巨兰自觉,随即跳入海中,沈罗也紧跟着追随,灵珠发出微蓝的光芒,吴巨兰的眼泪化成珍珠。 沈罗手捧着珍珠,和吴巨兰一起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之中,花谢花飞光满天的半平分。 三点二,是何润东,张欣宇,朱一龙,李心爱等人主演的,这是一部古装玄疑情感大剧剧情介绍,神经成有四大家族,肖,司马,花,谢,是皇帝最为倚重的豪门贵重,花娇的大公子花满天,何润东是玉蟹家千金谢千寻,张欣宇是青梅如马,私定中山。 而皇帝最宠爱的公主青城李心,爱是一直去恋花满天,就在花满天之意要迎娶谢千寻之际,谢家出世,花满天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救千寻,此时花满天奉命护送青城公主前往发芳和亲,等一与着和亲之际掩护千寻逃走。 然而被人发现,与此同时,伤先欲觉得青春一跳崖的方式,与花满天诀别,混乱之中,谢千寻与青城公主,一同掉下悬崖深谷之中。 在深谷里,千寻和青城为神秘的一女,林姑子所救,在林姑子的帮助下,两人互换了脸庞,从此千寻成了公主。 公主成了千寻,一个罪臣之女,一个刁麻的公主,互换身份出了深谷。 心笑傲江湖豆瓣平分,点肉,丁冠森,薛浩静,陈旭,江子欣等人主演的,改编于金庸聪明武侠小说剧情介绍,江湖世界,表面平静,却不知何时。 阿勇波拉,补杀明门正派的日月神教在黑暗中崛起,五月剑派作为江湖群手,担当起拯救武林,要消灭魔教的重任,各派掌门,要以五月联合的技艺,增强武林正派的力量。 大家纷纷寻找着各路传说中的武林绝学,而正派强强联合的暗面,又照出他们不少人全力争夺的贪婪嘴脸。 毕邪剑谱是绝世武功的其中一门,这次的故事便从他开始,华山令狐冲奉施命来到林家抚慰标局,却目睹了林家灭门惨案。 被灭门林家的青城派追杀时,误入兰凤凰的圈套,中了武毒教的骨,失去了正教身份,令狐冲渴望重回华山,在路上结识了盈盈与白布,三人埋下身后情义, 但不想隐隐是日月神教的上说,而白布就是日月神教复兴的始作俑者东方不百,令狐冲经历了一场艰苦的蜕变,最终像傲江湖,胡方不自首斗霸平分,三点一,是杨颖,钟汉良,孙力周等人主演的一部古装剧,改编自封弄同名人气地后小说剧情介绍, 剑、燕、梁、白蓝四国征战不休,靖国国立自强,靖国阵北王楚北杰,钟汉良是英勇善战,武功谋略过人,令其他三国文风丧胆, 靖夜交战之际,英国靖阿王府遭到沦陷,一夜之街王府覆灭,侍女白平亭杨颖时与小王爷和侠孙力周氏在逃亡时离散,楚北杰,欧与白平亭,认出她是寻找多年的救命恩人, 二人钟情相恋,但因为不同的阵营处境,注定了两人此生情路坎坷,爱情虽浓却障碍重重,既有靖国国王的疑心,又有小靖阿王和侠的各种挑拨,还要面对四国纷争不断的乱世天下,在种种困难前,出北街不敢出心,情场上赴申情,默默守护,战场上出骑兵,与白平亭联手祭拜和侠, 成功阻止了一场生命涂炭的战争,共同守护了天下安宁,欢迎关注小编和,随时了解最新电视剧网剧电影动态,明星八卦。 一遍